大家好,我是Casey 在这里我要谢谢让我知道这个科技的人 要不是他,我觉得10年后的我会有60%患癌的风险 我的之前情况就是关节 产后关节的问题 就是晚上睡醒,白天一觉到醒来的时候 我的关节是打不开的 然后皮肤敏感 油脂旺盛,粉质阻塞 容易疲劳,直速3.8的低血糖 容易怕冷和热气 还有就是我的胸部有纤维硫 不过经过IVP自然疗法之后 两个星期,我的关节问题真的明显减少 油脂分泌减少,痘痘也跟着减少 三天后我的精神真的好了很多 直速5.0的正常血糖 身体不会那么容易热气 然后在期间,我在接受IVP自然疗法期间 我就去做一个胸部的检测 结果发现我的纤维硫症的不见了 纤维硫症的不见了 所以不见了,所以我很开心 我的女儿,老公和父亲也接受IVP自然疗法 也接受IVP自然疗法 因为我的老公是血糖比较高的问题 父亲是心脏的问题 至于我女儿在两岁的时候 我给她接受IVP自然疗法 目前她五岁了 所以她的学习的吸收能力 真的是会比较快 我现在怀孕32周 肚子里的宝宝也是跟着一起吸收营养 因为我在怀孕前跟幕前 我只上了五公斤 所以我感谢小琪 因为她陪着我鼓励我 耐心的分享支持给我 最后我还是要谢谢 这个科技帮助了我很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